不是那么习惯,你就Ctrl C,Ctrl V 先贴上吧 然后里面的话就先玩玩看 因为 VBA 毕竟等于是我们补充的部分 OK,那请各位就是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星号输出三角形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输出一个正向三角形 那三角形里面的话就是 其实它这里面就是输出星号 那星号就是意思说我今天需要跑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呢,需要第一次输出一个 然后换行 第二次输出两个,换行 三个,换行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所以这个规则你可能要先想一下 如果今天我用那个后回圈的话 那应该要怎么输出呢 所以这边的话变成说 我第一列输出一个 第二列输出两个 因此类推,最多到13个 所以写的方法的话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基本上有好几种写法 那我们大概来第一个 我们就是 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其实程式并不多 就是只有这几行 执行 13个OK 那写的方法的话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因为要输出的是13列的这个星号 13列 所以第一个 我for i 的话 那我就思考了 第一次我思考的方向是 我就输出一个星 一个星 有没有 所以这边是一颗星 那后面的话呢 我就按一个TAB键 再来就是什么 for 输出的次数 次数的话我可以用J 那J的话你可以想说 我要enrange 我要让它跑几次 输出呢 enrange 那输出这个J值的就是我要输出几颗星 OK 那这个几颗星的话 基本上跟什么关系呢 跟它现在的列 跟i有关系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 1 斗点 那我就想说应该要 跟i有关系 那怎么会比较 刚刚好 可以输出一颗星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的吧 用 减的 有没有用 输出一颗星 这边的话呢 冒号 所以你可以想想 再来的话printer printer几次 printer什么 printer 感觉里面的话 就是printer的那个星号 所以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多少 如果我今天第一个i 然后呢J的话就跑一次就好了 所以呢 那个关系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1 加 i 次有 1加i 然后第一次它1 1 进来的话 1加1 然后跑一次 有没有 然后 再来的话 等到printer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i当它为1的时候 有没有 然后呢1加上1等于2 所以意思是说 2 2就停了 所以就跑一次 跑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一个星号 所以enter过之后 因为我要换下一个 下一个两 两颗星 所以记得 这边一样要print什么 print一个 空小刮壶 那为什么要小刮壶呢 因为我这边要换行 不然如果没有换行 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好 试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OK了 知心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样会有之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它没有把那个换行吃掉 有没有 这边的话 所以这边要加什么 豆点 end 等于什么 没有 OK 这样应该OK的 所以不然的话呢 它变成说 它每一个 然后enter 每一个enter 可以执行的话看一下 嗯 出来了 没问题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有没有 第一次 然后它就 它 这个trade的关系 这一主要是输出几颗星 输出几颗星 然后输出几颗星的话 是根据什么 根据 跟i有点关联系 因为i的话 如果一次的话 那就是 至少这边要是2 就是1 然后跑到2 就停下来 就跑一次 然后如果它i 如果等于2的话 那就跑1 2 跑两颗星 好 这边把它去掉 OK 但是好 跟各位讲 像这样的写法是 跟刚刚90的话有点像 可是好 在python里面有一个 更简单的写法 什么样的写法呢 就是说 字串可以乘几次 字串可以乘几次 意思说如果要输出一次的话 你就是星号乘上1 它就输出一颗星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还有一个更精简的写法 如果你不写成这样的话 如果你觉得 老师这话太难了 你可以写成第二个方法 一样跑4回圈 然后print的话 你就写成什么 写成星号 这个字串 可以乘上 几个i 这样就可以了 不过这种写法 我刚开始看到 有一点 没办法接受 次串怎么可以来计算呢 可是 在python就有这个规则 如果说你要 重复输出几次 你后面给它一个数字 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第一次 如果写成这样 是比较精简的 如果我写成这样子 它第一次 它就是乘上一颗星 那就输出一颗星 乘上第二次的话 刚好本身会换行 所以换行 第二颗星 第三颗星 刚刚好 所以第二种精简的写法 我们来乱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所以结果一模一样 当然如果你会第二种方法 我想你第一种方法 应该就会想要忘记了 对 我刚刚那个方 前一个方法 主要还是推理 第二个方法是 我们知道说 在python里面 可以自串 乘上 一个数字 就是输出几次的意思 意思就是 有点要repeat几次 OK 这种用法比较特殊 其他语言不见得 有支援这样的写法 好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三角形颠倒过来 上面变13个 下面变1个的话 怎么办 反向 先13个 最后再1个 来试一下 画面先画给各位 是一会了 五个 小时 1 1 1 2 2 3